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第二个是我要说一下它的1.6T真的是这个级别我觉得最好的 没有什么好说的 动力很强 1.6T的GID动力确实没得说 加近毛200P197P动力是完全没问题的 而且这个动力是全系标配 并不是盖板跟高配动力有区别 没有区别 盖板也是197P的发动机 这点我觉得真的是要点赞 而且动力的扭矩也比较大 是290牛米 这个你在试驾的时候就能感知到一脚油门你是能感知到的 当然涡轮延迟也是有的 也是能感知的 OK 这是大前提 然后我来讲一下它的配置 第一点它最低配版本优108,900的版本 首先这个版本我是不推荐的 它确实也问了 它们根本没有到过 所以这个最低配版本我觉得是完全不值得购买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跟次低配配置差距太大了 轮毂一个16吋 一个18吋 轮胎是R5 205 60 R16 然后它也是轮毂又小 轮胎又窄 然后其他的配置定速循环都没有 远程启动也没有 本来这个车是全系标配远程启动的 我觉得非常要点赞 因为家用车来说 有远程启动 远程APP 我觉得非常的好 这点我要给它点赞 除了最低配以外 全系标配 而不是给你顶配给你搞一个 真的要点赞 然后第二个是 盖板也没有定速巡航 也没有远程启动 液晶屏也是小的10.25吋的 然后也没定好座椅 导航 卡片都没有 我觉得盖板阉割太多了 而且跟次低配仅仅差4000块钱 我建议所有人都不要买最低配 直接买它的另外一个 次低配就可以了 就是它的上版卖价 11万2900 也是整个系列里面 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的版本 就是次低配 上版 11万2900 基本上你的外观设计就跟高配没有什么大区别 你盖尔的配置都有了 它更高一个级别 E的版本 比它贵7000块 你仅仅少了一个技术的L2 基本上你作为家用车完全够用了 配置也非常的高 就是配置非常的高 液晶屏稍微小一点 液晶屏高配的版本是12.3寸 它稍微小一点是10.25寸 其实也够用了 然后基本上你想要的配置都包括 然后你在这个次低配版本 你都有carplay了 有carlife应该是都有的 然后六喇叭 全侧一键启动 自动轰调 环境 这把是都有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次低配的版本 基本上是我见过次低配里面 配置算非常高的了 除了没有加热座椅跟通风座椅以外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硬伤 我非常推荐 我觉得才卖11万 已经有这个非常完整的ARES8了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 然后再一个推荐版本是它的牙板 就是25,900的贵1万块钱 贵1万3千块钱这个版本 为什么推荐这个版本呢 第一个是它液晶屏 比帐板要大一点 大2寸的屏幕 然后呢 有座椅通风 有座椅记忆 有座椅加热都有了 全自次应的群航 也有技术的L2 都有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牙板还是蛮值得推荐的 就是对于有辅助驾驶 然后它有座椅通风 座椅记忆 如果 因为我觉得你最能感知到的就是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 然后更大的屏幕 你是能感知到的 那再多了L2 还有一个是索尼音箱 在牙板才有的 那一版跟上版都是没有的 喇叭也更多 我觉得一版就是比它这个版本再便宜6000块的那个版本 反倒我觉得没有大屏幕 没有座椅按摩 座椅记忆 我倒觉得不是特别的喜欢吧 因为这两个配置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日常是能感知到的 感知率很高 特别座椅通风 我觉得这个钱是花了值的 如果你要L2的话 我建议你再加点钱 买这个牙板 顶配我是完全不推荐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完整版的L2加 我觉得有辅助驾驶 有吃到保持的 基础版L2就够用了 它这个L2加它也没有激光内代 没有4D毫米波 甚至 毫米波都不一定先进的 它只多了一点提示而已 我觉得没有意义 多了个行车记录仪 多了一个AER的导航 AER导航还不是才有显示的 是屏幕里面的AER导航 然后面部识别 我觉得刚刚我们在试驾过程中 面部识别也不是特别聪明 所以我觉得它的顶配版本是完全不值得推荐的 盖版也完全不值得推荐 中间三个版本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 如果让我打分 给中间三个值得买的配置打个分 我觉得我内心的评分是次低配的版本 是能给到8.5分 甚至8.7分都可以 然后是亚版 亚版我能给到7分 7.5分吧 7.5分我还比较推荐的 然后一版可能是7分这样子 整体上我试下来 我觉得艾瑞哲巴包括我整的一个配置单 包括我了解的它实际的感知感受以后 我觉得整个艾瑞哲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他们还做的不错 我觉得人就是一定要这样子 一定要来试过 我可以这么说 我试过艾瑞哲巴以后 我对之前的奇瑞的很多的看法 其实都是有改变的 其实国产的油车也是有进步的 也是能感知到的 如果你想买一辆油车的话 我在这边再说一个我的看法 就是我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5号 我能这么说 就是我的观点也一定会随着我自己的驾驶的更多车会随着改变 你如果觉得我两年以前说的话是错的 没有问题 如果我自己反驳了我自己的话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的感知是在进步的 车厂也在进步 试过更多车 试过更多的新品 它的评判会变 所以如果说你看到我一个一年前的视频 跟我现在的结论不一样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我是基于我现在这个时候给他这个车的定位评价 而不是一年以后再来回 没问题 你如果骂我一年前的视频 没问题 你骂我半年前的视频 都没问题 你骂我上礼拜的视频 也没问题 这都不是我当下的感受了 如果对我的观点有差别的话 这就是我整个对艾瑞Z8的购买推荐 我觉得大家有机会还是来试一下 我觉得它的豪华感 它的这种感受 还是能打动到我的 我觉得是能打动到我的 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它那个发动机的声浪 包括它整个豪华感的营造 我觉得很多细节方面都做得很好 因为每每想到它只卖个10万块钱的车 它甚至比我说的很多竞品都要便宜 是真的要便宜 我说实话 你可以拿这个11万的价格去看一下同行的11万的配置 它其实真的 骑瑞算卖的便宜的 我再说个细节 你可以如果来新车的话 你可以来看一下 它这款补贴 包括现在新车的补贴很多 相对于电动车来说 它的活动政策要更多 还有一个是我一直没有讲的 因为我们也没有拍到 我们这些试驾车 它也没有电了 它的尾箱空间很大 我们刚刚视频里没讲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这个车尾箱空间 真的很大 比你想的要大 比所有的电车可感值得大 满分十分 这个尾箱空间 我给8分 就是这样子 就是iOS8的所有内容 你觉得还有什么不了解的 可以给我留言 我每条评论都有在看 如果我觉得我还讲的不错 或者说我的购买推荐帮助到了你 欢迎你帮我们点赞 转发 评论 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我是星巴 电视频组织 都会ege规축体贝 都会 今天